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一 今天A股整体的表现还可以,但是今天外资有流出 外资流出将近100个亿 有很多人问外资为什么流出,你仔细的去看亚洲其他市场 无论是日本、越南、印度、韩国,股市几乎都在下跌 而且他们的外资流出比我们严重多了 这种外资的流出,个人以为,现在来看还是良性的 并没有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但是大家要注意,今年的这个情况绝对是后面的走势 我们现在才走到6月份,还有一半没有走完 有可能会走出大家目瞪口呆的悲剧会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公布出来的数据 全世界各国家现在都要加息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只要锚定了美国的美元 你都要加息,如果你不加息 你的货币就会相对于美元就要贬值 大家注意,看好了 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澳联储央行,新西兰联储 还有全球的几个其他的经济体 那加的比这还多 现在至少要200个几点起步 大家都要加2% 利率要2% 你想看,各个国家都要把利息给加上去 如果加了这个利息 你想看,各国经济肯定会衰退的 各国经济如果衰退,或者各国的就业在衰退 对吧,或者资金大量的回流 所以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暴应该来讲小不了 所以有很多人今天在问我说 今天为什么整个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这么大规模的下跌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铁矿石出现了一个非常惊天的跌幅 对吧 但铁矿石的下跌对我们来讲 对中国来讲是有好处的 对吧 但是铁矿石的这个下跌 大规模的下跌 这个可能是某种暗示 虽然说大宗商品现在还在高位 但是铁矿石的这个下跌是引发我们思考的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铁矿石阻力 还有胶煤的阻力 大家可以看到胶煤阻力 胶煤阻力 这个是发电最重要的 对吧 这个跟电力有关的 像这种 跟链铁这些都有关系 它只是一个观察的窗口 大家注意 大宗商品的权限中所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思考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第一个 美国的加息全球资本现在一致认为 美国会进入衰退 吹牛是没有用的 美国的现任财政部长 他不可能承认他衰退 但是美国的前任财政部长 说了一定会衰退 而且美国的末日博士 这个人非常有名气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他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 就把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步一步的 几乎讲的跟后面演变的差不多 所以他讲这次危机程度不可能比2008年低 而且美国的结构 就是经济结构应该来讲已经出现问题了 而且他甚至说过会产生大萧条 而且欧美的需求下降 现在大宗商品的下砸回落 包括石油的回落 实际上很多人在炒作 就是欧美的需求可能会下降 因为美国毕竟在做了这么大规模的加息 欧洲也在大规模的加息 有可能为了平易通胀 把老百姓的需求给弄下来 老百姓的需求下来之后 失业率增多 大宗商品下来应该来讲是必然的 但是大宗商品下来之后 连带着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出现 就是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萧条 那么中国在这个位置 就中国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国 如果全世界都进入到萧条 对我们来讲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目前来看 就目前来看 未来一到两个月时间内 中国的商品目前为止是中国 我们的商品已经成为了欧洲和美国 降低通胀最重要的抓手 如果你离开中国的商品 中国不出口了 你信不信欧美和美国的金融体系 直接会崩 直接会崩盘 价格会一飞冲天 但是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材料 经过过 煤炭 煤炭我们自己国家其实是可以定价的 对吧 我们现在是有定价权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铁矿石这个东西 如果大规模的 现在只是这两个东西在跌 如果这两个东西跌的比较多 对吧 或者大宗商品调整 对我们来讲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宗商品 我们需要原材料 对吧 我们是需要大规模的原材料的 那么你把成本加下来 你跌下来就是我们的成本在下降 我们的利润率可能会提高 而且大规模的基建 其实你也需要用到很多的原材料 如果原材料价格下来 对我们基建的成本要降低 而且输入性通货膨胀 也是我们一直考虑的问题 现在输入性通货膨胀 如果你大宗商品价格降下来之后 我们输入性通货膨胀的 这个危机就没了 如果我们不 没有输入性通货膨胀了 你想想看 这太好了 对吧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政策 可能会特别是宽松的政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可能会继续宽松一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讲 万一真的发生了大小调 完全有可能 特别是亚洲 亚洲现在日航 这个印度和越南 都是在岌岌可危的状态 因为它产业链不完整的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真的发生了 陷入到衰退 中国会或者A股 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A股还能保住吗 A股真的如果出现像 98年亚洲金融危机 或者08年全世界金融危机 那样子 或者出现了一种大萧条 或者滞胀 A股能不能保住 我们讲A股会怎么样 第一个 中国现在上层 依然在启动经济 可以这样说 政策从3月份开始 到现在为止 大规模的政策 对吧 还没有真正产出 产生巨大的这种效应 只是一个政策 目前为止说明了 但是中国实体经济 最难的时间 应该来讲已经过去了 有很多人说 你合以为证 我告诉大家 你们仔细看一下618 618这不是一个购物节吗 你仔细看 这个购物节的时候 老百姓的 这个消费力量在增加 有可能就像 是不是压制消费 对吧 是不是压制消费 没有 然后突然在这个位置 6月份爆发了 对吧 有可能 但是也能说明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消费 因为你压制完了之后 你报复性消费 你得有钱呢 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还是巨大的 所以中国实体经济 就中国老百姓 应该来讲 这个内需的这个能力 还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欧美进入衰退 需求量的下降 对中国来讲 我们现在产品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两个 有两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一个是内循环 一个是外循环 外循环就是美 如果欧美增加需求量 我们是完全可以供应的 对我们来讲 国内经济有增长 非常好 但如果说它没有增长 国内通过现在的基建 或者我们现在 目前为止的 这个内部的消费和循环 应该来讲 也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外贸的比例 占整个GDP不到20% 所以应该来讲 不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我们产业链内部循环体系 应该来讲已经成功了 而且呢 有我个人以为 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大家如果这一段时间 在看索文斯的文章 在索文斯的文章当中 前后所讲的那几个行业 特别是上周五 我讲的这个股票池里面 有几个就是最重要的 弯道超车的这个地方 你比如我们在新能源 这个方向肯定是弯道超车 而且我们在新能源 汽车这个方向 也肯定是弯道超车的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我觉得在金融上 也有可能会产生 巨大的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有很多说何以为证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收盘之后 洋行发了一个消息 说我们要支持外贸新业态 跨境人民币结算 外贸的新业态 跨境人民币结算 要支持这些企业 洋行的支持 很清楚说要使用人民币 进行跨境结算的 真实跨境业务需求 我这样讲 我们可以看到 上层在金融上面的一些态度 对吧 我们以前结算靠什么 靠美元 靠欧元 靠英报 甚至靠日元 现在我们要推动人民币 来进行业态 如果你想看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需要对方 跟我们来进行人民币结算的话 咱们不说都需要 你只要把这个幅度提高个 百分之二三十 同志们 同志们 英镑地位肯定下去 甚至欧元的地位 立即会被人民币给取代 你想看 这个规模是多大的规模 吓死人了 如果中国都要求 我们现在 跟我们中国做生意 你就得拥有人民币 你就得接受人民币 你说欧洲和美国会不会签 会不会同意 你不同意 不同意 那你就不进口 你不进口 你通过膨胀就爆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上层所印发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虽然说 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里面 东西真实的意图 完全能够把它解脱出来 但是我从这个信息上 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这层意味在这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 它对我们的产品是甘讯 通过膨胀 现在如此之紧张 而且金融危机 岌岌可危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时候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应该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你们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旦人民币大规模的 全球化了 对中国整个 把金融体系 这次危机之后 整个金融体系的重建 中国应该来讲 是非常有底气的 因为我们毕竟有 背后的产业链在支撑 那么从这个角度 也可以看到 A股接下来 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它都可能会成为 全世界避险资金 重要的栖息地 你如果各国家都加息 各国家都加息 股市就得下来 股市就得下来之后 那么这些资金 应该来讲就会 从我们站在国内看 境外的资本可能会内流 特别你看 现在日本 韩国 越南 印度 我们周边的几个国家 都是外资非常重要的囤积地 这两天 他们的股价在往下跌 中国的股市窥然不动 有信息就表明 有一部分资金 就流到中国市场来了 你看看 是不是中国就成为了 A股就成为了 所以他们都在危机 中国反而正常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 那么这些资金 内流到中国来 它会投向哪里 这也是我们在文章中前后 所跟大家讲的一个重要的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6月17号就是 上周五的 那个股票指令的 那个点 我讲 应该来讲 这些资金会抄抵 中国最优质的资产 而中国最优质的资产 就叫赛道股 对吧 只要它抄抵 中国的赛道股 只要它 囤积在中国的赛道股当中 包括我们现在内资 各方面中国需求比较大 那么A股的指数应该来讲 掉下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么问题来了 有很多人说 那它囤积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过一段时间 它要走了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股票会下跌 如果整个中国经济恢复的非常好 我们的成长性非常之强 这些资金有可能会成为 长期投资A股的资金 但如果说 因为其他国家 如果现在其他国家经济不行 中国经济已经在下好 如果其他经济恢复的时候 中国的资本市场 或者中国的经济 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繁荣期 它如果进入到繁荣期 你资金流不出 对我们来讲 影响应该来讲 也不是很大 所以第五个我们觉得 A股现在结构性的行情 是最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前后 在文章当中所提到的 只提到那两三个板块 你看其他的板块都不搭动 对吧 其他的我都没提 我就提到两三个 你比如讲 我们提到风能光伏新能源车 对吧 为什么 就是它结构性的 它不可能 有的时候呢 是有一两次会扑长 但大规模的时候 还是投到政策 最重点的方向去 所以在这种策略下 我从来没想过做场线 放量 你就抱着做一把 然后第二三天 两三天 三五天就走量 反复做 你成功率会高一点 但是即使在这样 我依然要提醒大家 炒股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要经过非常长时间的盘感和训练 如果你是在工作 对吧 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做过相关的训练 也没有练过什么的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投资还是非常难度还是很大的 那具体的东西呢 我觉得大家看索文斯的东西呢 从长时间来看 应该来讲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知识的补充 我们呢 学问也比较低 但是呢 把我看到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做个分享 晚上很多打着索文斯旗号 在收钱的 在留下私人联系方式的 都是骗子 老索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所以大家一定千万千万不要被骗了 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照索文斯的文章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 你们相互在评论区说一下 然后呢 关注一下索文斯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